王岐霖跪地庆祝高举双手李洋直接躺下 最后两人还来个大大的拥抱 这一刻林洋佩真的做到了在奥运夺下金牌 顺利联装也是守队在奥运羽球男双蝉联冠军 蝉斗了76分钟才成功缔造历史新叶 开局中国队先得分 后续林洋拉开5比2攻势一路领先 后半段对手开始追袭 林洋也稳住正脚 21比17 20分钟收下比赛 但第二局同样中国队线开张 即使一度比到11比9 但后半段对手紧追已失8比21 失去第二局 进入关键第三局成体能大考验 一开始下场就做了非常坚强的准备 那对手其实也给我们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在打到第三局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其实都已经体能有点下降 决胜局开始前李洋先呛王岐霖 是不是累了才让他再度绷紧神经 一开始就先拉出4比2领先 但对手一路猛追陷入胶着 林洋先攻下11分 后半局开始加强压制 以21比19完成金牌二连霸 我们真的很感谢现场所有观众跟支持生 然后在萤幕后面的所有人 因为他们的鼓励 我们才可以继续在场上坚持 加油宣传最大后盾 但比赛真的太焦灼 让就烈也很紧张 快掉裤子了 太紧张了 看谁发挥正常 看起来是我们比他们发挥正常 对不对 但是第二局的那方会比我们正常 那第三局有时候 他们也紧张 黄金男双成功逆转 林洋配再创雨潭高峰 奥运跨界12连胜也缔造2连霸 不只让林洋在奥运最后 一五化下完美据点 也让世界再度看见台湾 TBS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 林洋配金牌战后 颁奖台上金银铜牌一起合照 拍照的当下 林洋说 要拍好哦 因为我只剩下这一场可以拍咯 随口了一句话 逗笑一起自拍留念的马来西亚选手 可是旁边的大宝贝王麒麟 还有广大粉丝们都眼眶泛泪 好舍不得 赛又台湾时间凌晨一点多 林洋在脸书po文 最后一五这是送给你们的 还搭配一张最完美的笑容 右手拿金牌 左手指向奥运五环 能在巴黎奥运爆回金牌 为台湾争光 也替自己在奥运的最后一站 留下最好回忆 发文底下吸引大批粉丝 还有名人来留言 蔡上线 唐从盛也来了 感性告白我爱你 无得太感动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打出 这么精彩的终局之战 令人感动的拼战精神 感谢每一位教练跟团队伙伴 你们是台湾的骄傲 谢谢大宝贝我下课了 他还没有下课 他还没有下课 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年终赛 李扬人家大宝贝还舍不得跟你分开 原定九月的台北宇宙公开赛后就要隐退 但麒麟大宝贝话中有话 还有年终赛留下伏笔 28岁的李扬在生日前拼下奥运二连霸 在最巅峰的时期 华丽转身转战学术界 国立体育大学也表示 其实在东京奥运之后 就已经招聘李扬老师进学校接任副教授级的 专业基础人员 要把李扬的专业加上学校的发展 一再一再与二协助国内语求运动发展 也期待李副教授培育更多体坛语求国寿 TV别人是许家热的一台报道 王麒麟躺着李扬侧身 一阵一反行跪再度重现 黄金男双李扬配拿下金牌 深欢迎当初东京奥运两人的庆祝画面 在巴黎再度重现 也让球迷好嗨 毕竟这回已经是李扬在奥运的最后义务 两人手牵手上颁奖台 还比出脸颊爱心 能再次站上颁奖台 然后又可以让国旗哥在会场去做播放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感动 那一刻真的是有哽咽 黄金男双打档已经六年拿过十个冠军 从2018年顾搭之后 2019年在国际赛就拿下冠军 2021年泰国赛事三冠还有冬奥的金牌 只是近三年状况不佳 只拿下一冠 多少还是会去想说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再公开再拿到好保险吧 当然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都付出很多努力 没有人想要上场输的 其实一开始两人也不是顾搭 李扬一开始跟张玉伟 2005年改跟李承辉 到了2018年年底才到土英跟王麒麟 而王麒麟 2012年开始先后跟乌孝林 田子杰还有陈中仁 2014年下半年才跟陈宏林固搭 在南京市井赛摘同 而这回发文谢谢大家也有陈宏林的身影 总评其实就是100分吧 因为这是他们组合的最后一场 算是最后的大型赛事 必死的决心要想尽办法 要在奥运会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 那最后也 无愿地达成他们最后的一个目标 陈宏林从打档变成教练 见证林洋在创历史 虽然中国南双傅海峰也有连两届奪机 但是搭档不同人 这回林洋配是跨界十二连胜 守队完成未免 卸下历史新页也定造难以超越的里程碑 TBS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导 其实不同选手我目前现在是当老师 然后希望说把自身的影响力去分享给更多 去影响更多可能在我像我一样 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可能还成绩没这么好的人 因为我这样的例子所以坚持下去 奥运之后确定退休金牌男双 李洋透露自己希望培育更多选手 因此最想投身教职工作 但他的大党王岐霖可就截然不同 歌手当然是歌手 因为我觉得我自认唱歌算还不错 很喜欢唱歌 没有到不错就是很喜欢唱歌 那希望有机会可以尝试看看 虽然自己还要继续当选手 还是没有放弃歌手梦 不过经典意义过后 球迷也好奇林洋配的夺精秘方是什么 通常我如果第一天赢的话 我就会持续做第一天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不知道应该算是一些仪式感 比如说我曾经泰国三连战 连胜食物场 我连续吃了15天的那个 或许就是一种对胜利的执着 曾在泰国连续15天食物都吃同一种 如今自己脸上的胡子也是从小主赛开打之后 就没再刮过 而王岐霖则是必须攜带茶具出国 啊 茶具 茶具跟茶叶 因为我从小喝茶喝茶喝习惯 所以我出国一定要带茶叶跟茶具 呃文山包总呃乌龙都可以 场上跟对手比拼意志力 场外妹妹嘎嘎也不能忘记 但既然现在都以两度夺精 与拉队女孩思源交往的王岐霖 也被王岐点名什么时候要求婚 调出本人用一男一女夫妻的贴图回应 耐人寻味 要求婚是真的吗 你愿意吗 社群互动向来甜蜜 如能乘胜追击 就是事业爱情两个一 唱歌给 谢谢 我说无所谓 你求其他 TV变线最终军会 台北 未免奥运 宇宙男子双打金牌 林洋佩手牵手高举欢呼 颁奖典礼上听到国旗歌 王岐霖还听到忍不住掉泪 毕竟这是他在台湾的爸爸 最期盼的 场内球迷高举中华奥会会期 林洋佩夺冠 应援民众也很嗨 在颁奖典礼上大家感动大唱国旗歌 有球迷形容场面相当震撼 而网友则说听到泪水都快hold不住了 没想到这么多人会唱国旗歌 我在电视机前还有跟着唱 而被击败的中国队梁王佩 在一旁则是被形容 听了一脸很尴尬 只不过巴黎奥运是李洋直言的最后一舞 在颁奖后他与二三名合影自拍 不忘提醒长进的马来西亚队 要排好哦 这是我最后一次 可以排了 看领奥 我们巴黎就叫发都 这个登峰造极 没想到真的达到了 我们台湾所有同胞的期待 场外球迷为了应援领奥佩 有球迷发挥创意滑早百出 有人手工写上台湾的注音符号 以及还有英文谐音 来为领奥佩加油助阵 似乎是上次四强赛 有台湾海报被撕毁 法国羽球馆安建祭出标准最高规格 这些物品统统都被禁止带入会场 还有人被骚身 我拿了一张有进去场地 然后结果后来拿进去之后 他们就没收嘛 就是态度没有到非常好 然后后来我就问说为什么 他就说他也没有回答 他就把我去推给另外一位女性的保全 球迷全力应援特殊加油小物 也成了这场冠军赛意外焦点 TVB的新闻 花生生李宗泽 台北采访不到 阿里奥运羽球男双 林洋佩击败大陆摘金 看了大陆球迷 边鼓励梁王组合 边骂台湾 有大陆称银牌也很棒 恭喜网场两尾坑 还有人骂裁判 是不是有问题 老判网场发球 有一球明明在界内 还有大陆网友 打不过林洋佩 干脆顺便吃吃台湾豆腐 例如有大陆网友直接说 恭喜中国斩获金银奖牌 但更多的抱怨是 看不到这场两岸对决的转播 气炸了 许多留言骂 凭啥有娃娃 一直台湾就不给直播 还怕他们呢 8月4号下午5点半 直播节目表 都没有列出羽球男双决赛 晚上节目表才更新了消息 但是比赛晚上10点10分播出 央视体育却在赛事进行到第二局 晚上11点03分 才切换进转播 这时大陆组合已经落后两分 直到11点43分 结束转播 没有后续的颁奖典礼 全程只转播了40分钟 林洋佩对上的大陆组合 王场两尾坑 都是00后 从大陆征战到亚洲 斩获了不少男子双打冠亚军 迅速崛起后 在上个赛季 一路前进到了世界排名第一 成为奥运会大陆头号种子 今年两个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梁伟坑的前广州教练回忆起这一位 又矮又肥的小子 给的评论是很精明 小时候虎头虎脑 和搭档王场 都是羽球界的好苗子 TVBA新闻 谢贤熙 陈向如综合报道 身穿深蓝色中华奥会T恤 他是李洋的爸爸李俊玉 这次巴黎奥运特别搭击 到当地来为李洋配加油 见证了儿子李洋 夺下奥运金牌的高光时刻 我也很不想让他知道 但是以一个呼籤的这种心情来讲 我是很想去见证 他这历史的一刻 低调到不行 一开始李洋还不知道 就怕影响到他的场上表现 不过这一趟来 李爸爸可是一波三折 李俊玉身份是退休军人 从小对李洋的教育就很严厉 为了议员到巴黎 替儿子加油的梦想 对欧洲语言不通 就找了一位朋友当翻译 帮忙订机票 住宿和门票 在逃机出发前 原定是要到大陆转机 但台胞证问题 来回两万多的机票泡汤 平时省吃俭用的李爸爸 直接咬牙再刷九万多的来回机票 李爸爸长期投入女球运动 为了栽培更多好手 他也到全台各地国小 公益帮小朋友们球牌穿线 他也透露巴黎奥运 真的是李洋的最后衣物 未来希望他退休后 回到金门教育人才 李洋不只是台湾人 也是金门人的骄傲 一千两百位的金门相亲 全几代体育馆 首页在大萤幕前替李洋加油 果然不负众望 顺利未免金牌 接下来八月八号是父亲节 八月十二号是李洋的生日 夺冠都是彼此最好的礼物 TVBN新闻 花生生理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王杰林沙球 没有啦怎么可能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 就是王杰林 他的启蒙地点民权国小 过去他就是在这一片的球场练习 那么您可以看到 现在是暑假期间 学弟学妹们也正在练习 就是希望说 以后可以跟学长一样优秀 李洋佩朵金 全国欢庆 身为王杰林母校 当然更荣幸 球场挂上超大海报 而启蒙教练 看到爱图豪表现 感动到落泪 我那个眼泪是不由自主的 就流出来 那种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那脑海里面就是呈现 小时候 他在这边训练的那些 点点滴滴 合照中戴眼镜 瘦瘦高高的就是王杰林 尽管人再多 就是会自己找镜头拍 招牌知识 就是比个帅气 王杰林高年级导师 也开心到睡不着 回想过去 王杰林曾因为不写功课被罚 放学后留下来 没想到王杰林急到哭出来 母校欢庆 各界也都开心 李昂发文提到最后义务 是送给你们的 迎来总统赖清德祝贺 激动到还没入睡 戴晋也发文 说男双太强了 好赞 黄晓文也留言辛苦了 而李昂配夺金 既品文也纷纷出炉 四大超商秒给优惠 特大美式买日送二 或是选手夺几面牌 就送几台六十五寸电视 雪糕或气泡咖啡买一送一 台湾机场的免税店 也寄出餐饮优惠 点主餐送饮料等 要一起欢庆领阳夺冠 手奥饮也参一咖 连续三天 杨之甘露买一送一 要狂喝王杰林李昂 奥运羽球赛事二连霸 全国都开心 TV新闻小江张慧先 隔了一夜 总统人沉浸在夺牌喜悦礼意 羽球男双金牌战 总统全程警定一度还开完 说全国应该放假一天 而就在领阳夺牌的第一时间 还打给王爸爸祷喝 哎呦总统你是不是太兴奋 叫错名了 因为总统的声音听起来 真的很嗨 而总统布置打给王爸爸 凌晨一点左右 call out王麒麟 劈头先说恭喜 也提及王爸爸去爬七星山 果然带来好运 王麒麟笑回 爸爸不止爬山 还喝金牌 令总统跟李昂通话时 大赞他很冷静 默契将 更聊起这一段小插曲 上个月的总统府音乐会 李昂爸爸就坐在总统旁 总统说当时他抬头 发现月亮突破乌云 也跟李昂爸爸说 这代表突破与希望冠军 没问题了 这打气如今成真 而要庆祝领阳夺牌 国民党祭出200片鸡牌 我想前面是非常的紧张 也激动 然后最后我们得了冠军 真的大家都非常开心 玉婷得金牌 我们继续加码 不过说到加码 北市终于拍板奖金 我们要在既有的 273万奖金的基础上 再加码300万的奥运金牌 连霸专项奖金 也就是说王麒麟跟李昂 除了国光奖金2000万外 王麒麟另外可再拿 北市发的573万元 另外李昂户籍所在的金门县府 则会发出550万 李昂夺金举国欢腾 地方政府也相互走进 CVP的新闻 董欧俊秋安柔 台语报道 羽羊金牌 羽球男双羚羊配 拿下金牌隔天 动物园一早就涌入了 将近600人来庆祝 因为羚羊就在这 早上看到新闻说 那个羽球的金牌 然后动物园有优惠 所以我们就来了 昨天非常的兴奋 我们的羚羊配很赞 此羚羊非比羚羊啦 想和金牌国手合照 可能还有一点难度 但到动物园找羚羊拍照 可以先拿小礼物 跟羚羊合照就会可以得到的小礼物 我们的元庆会张 全国民众共同欢庆 在巴黎的羚羊拿金牌 不过在台北的羚羊也受惠了 5号一早保育员就先帮羚羊们加菜 我们要用力的蹭羚羊配 这点也请大家多多体谅 如果粉丝很贴心的就敲碗 都没有讲说那个发言人要加薪 但是他们就讲说羚羊要加菜 所以这几天一定是会为我们的羚羊加菜 当然不止动物园 北市府在夺金后的第一时间公布 台北大放送 动物园为期八天 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 体育局12个运动中心到12号 健身房游泳池免费 青年局场馆半价优惠 儿童新乐园和猫空缆车 也在9号可以免费入场 青年局在仁爱路的十层楼的大楼当中的 各个场馆包括练团室 包括舞蹈教室 包括了国际会议厅 全部都半价优惠 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谨守比赛直播 比赛中拍下躺着看的画面 要放松心情之外 也希望林洋沛躺着赢 比赛一结束也发文用力庆祝 要让远在巴黎的林洋知道 你们就是台湾骄傲 值得大家一起庆祝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场就是这个金牌战队 不管是台湾人还是热灵游都很重要 而这场海峡大战也登上巴黎奥运官网 英媒路透社新加坡亚洲新闻台也跟进 纷纷在官网上报道林洋沛成功未免 而且是以台湾而非中华台北 更有南韩媒体曝光王麒麟这招背后集球照 对两人球技赞叹不已 美国体育新闻内文更提到 不少台湾球迷遭施压 进场后被迫擦掉脸上纹身 加油标语也被没收 唯独连日抨击我国 全级女将林玉婷的美国NBC电视台 维持大会规定使用中华台北来报道 终于有第一面奖牌了 这记忆蛮重要的 Let's go 台湾 Let's go 有李洋配金牌加持 截至台湾时间5号中午 国国奖牌数排名火速上升到31名 宇愁男双未免登上国际媒体 再度让世界看到台湾 TVBS新闻总统报道 舞台后方LED大萤幕 写着宇愁男子双大 李洋王麒麟金牌 仔细听你发现了吗 面包车乐团演奏的就是我们的奥运会歌 这里是巴黎当地文化奥运的现场 这天活动开始前得知林洋多金 加码着超感人演出 欢迎台湾 恭喜羽毛车麵子双大 林洋多金的欢迎金牌 这是最好的文化交流 也有人脸上画国旗 外国朋友披着代表台湾的蓝白红 镜头转回台湾 也是全民熟到深夜 演艺圈同样如此 多金当下这尖叫声太太太惊人了 影片由演员林应为po出 和她一起锁定直播的是杨明威 方志友夫妇 方志友转发自首 整个房子都是我的尖叫声 至于林波红 直接take李洋王岐霖的账号 说自己感动到哭 鲁鲁黄鹿死印则大赞 你们是骄傲 几天前网友哭手说 YouTuber蔡哥和林洋的对手 梁伟坑长好像 本尊再次发声 反应太可爱了 至于这玩到底有多少人锁定 电视台公布四号晚间 平均收视达七点四二 瞬间收视破十 比赛时段两百八十四万人观看 颁奖典礼更高 网络部分观察体育频道 赛事片段剪辑后上传 刚过十小时 有六十九万到八十四万的点击 甚至登上发烧榜 封奥运你也跟上了吗 TVC的参访团队 法国巴黎藏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